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不要做合法 那个获利差不太远了 聋自己的狗发出不正常 且略带残破的吠叫声 疑似是业者为了避人耳目 割除了他们的声带 另外还有许多只狗毛发纠结脏乱 居住环境更是恶臭不堪 这是2021年4月 高雄市洞宝处破获一起 在住家顶楼私设的犬肢繁殖场 眼睛都画农 眼睛凹陷画农 工作人员扫遍全身也找不到晶片 而不止这个地点 其他繁殖场的画面更是惨不忍睹 狗狗关在生锈的铁笼里 笼子堆满屎尿 指甲长如鹰爪 有的身上还有皮肤病 甚至还有刚出生 就死亡的幼犬被随意丢弃 每年都有不少二职繁殖场遭查获 里头环境如同炼狱 业者将这些毛小孩 视为身材工具 却从来不曾好好对待他们 他们有一些是那种施家繁殖 环境比较脏乱 甚至是我们有遇过就是 可能扫一只眼睛啊 扫一只脚或者是牙齿被拔光光 因为有一些一直生嘛 生到后来 他们就会想要把小孩咬死 因为他就觉得很痛 那最后就会被叶者把牙齿都拔掉 非法不了繁殖的新闻 年年上演 有如止不住的农窗 我们也取得一位前繁殖业者的 独家告白 要跟我们说一些私人繁殖场 不能说的秘密 我们看来目前啊 现今的宠物业是这样子 很乱 因为对告白 有到时候 你咱们自己啊 你就是要干购战 你就是要 都会有那种 尽少想禁止 那一定会 那他们要是不够的来 很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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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不允许 还要不允许 因为都有一个地方 一地四地 另外在一行 都不允许 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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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会生到几岁 还是就生到死为止 应该是生到死吧 根据小吴的说法 繁殖场跟宠物店之间 都会有所谓的狗犯 负责协助找狗钓狗 再加上现在网路发达 买卖可透过更多管道 这样的流动狗犯 在全台各个县市都受贩卖 政府根本难以查起 吃饭的应该还是很多 你可以从狗的价格 就大概知道 每一家的群色 都是合法繁殖的话 那价格绝对不可能 那么多的屏宗选 是那种一两万的 那就是繁殖过多 这个都有很多漏洞 如果是晶片 那学生书就不用讲了 像是那个是一定可以造假的 那个大概每一个人都知道 那晶片其实造假也很简单 唐一所以不可能每天盯着它 我们没有溯源制度 我们对鸡蛋都 搞不好有溯源制度 我们对每次考溯源制度是没有 没有抓到就不会怎么样 所以你怎么知道 这支镜片打那支就是那支 不知道 以柴犬为例 合法繁殖场的价格 以品系体格或是饲养上的差异 成本价大约在三到五万元不等 但非法繁殖场 可能大约五千到一万元上下 就可以买到 这种种繁殖场的乱象 消假竞争 让许多正规繁殖场的业者 感到无奈心力交瘁 也努力希望能扭转 遏制繁殖场这样的刻板印象 移到这边了 老板不停在场内走来走去 一刻不得闲 因为场内有一只狗妈妈 正在生产 必须将它移到比较合适的产房 她这样比较有安全感 因为外面可能会有人进出 她会比较不安心 而且旁边又没有像这种男的 就影响到她那个生育 这样比较不好 移到新产房后隔不久 只见狗妈妈屁股稍稍一动 起身后就多了两胎新生儿 身为母亲的天性 自动为小宝宝舔掉外层的薄膜 狗妈妈的育儿之路就此展开 大概是每生两次 你就会给她休一次 生育碗她有休息 让她调养身体的机会 然后再来生会 这样比较好 休息那个时间 就大概超过半年了 她生 然后再补育碗 至少要三四个月的时间 那等到她第二次又再次发型 那可能她再隔三四个月 等于是说已经半年以后了 六七岁以后 像以我的做法 我就是任养掉了 我就不要再让她继续繁殖 因为六七岁那一个年纪 也不是说很老 她刚好在中重年的时候 任养给一般的家庭的话 对这只狗也比较人道 可能有一些犬舍 或者是繁殖场 她们的做法可能就是说 她会把她转卖掉 但是以我做法 我是不会这样子 就让她下半辈子 去一般的家庭 这样不是比较快乐比较好吗 依照行政院农委会 特定宠物业管理办法 供繁殖之特定宠物 满一岁以上 才可以进行交配繁殖 超过七岁者 应为其劫育 母犬一接近退役年龄 老板就会仔细 为她们挑选任养者 让退役的母妈妈 下半辈子能过上 幸福的退休人生 除此之外 哺乳中的母犬 也会搭配不同 营养成分的饲料 再加上牛肉筷 及牛肉汤 让狗妈妈 有足够的体力 可以哺育小孩 我的做法就是公开透明 父母开始配种 我们就会拍下来 然后她生的时候 我们也拍 然后她的成长过程 拍到她离辱 如果你是专门犬色 培育犬色的话 你注重那种诚信的话 最好是这样子做得比较好 你照以前的犬色的 扮作方式都是 好像是秘密 你要看爸妈 她可能会有一些 用一些理由跟借口 然后跟你说 不可以看或怎么样 有一些人说血统不中 我买狗又不是要比赛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你知道她的血统 她的血统就是 她的主通发带 你才知道她有没有近亲 老板拿出她的配种记录 上头详识记录 配种日期 比予生产之数 光芝秀这个没中 这个也没有配中 然后这个光芝秀也没配中 你看这个 光芝秀女就是刚才生那一胎 一二三四五 这五胎 这三只都没有配中 只有这两胎有中 正规的育种方式数量不多 当然价格也会比一般宠物店高 在多数消费者以口袋深浅 作为购买考量之下 往往会选择较低价的犬猫 不知不觉也助长了非法繁殖场的发展 要抓到哪一个不合法的繁殖场或者怎么样 当然对我们这一种 循规到局的业者 真的是一个打击 消费者也是一个重点 你本身买狗就是不要冲动 然后先做好功课 你一定要选一个认为比较好的选择 那好的选择的定义是什么 你可能要长时间去观察 买狗不是在买网路美食 我那个好吃 赶快大家一流风去买 你看我那么大的一间选择 你生产量是那么的少 这样你就大概了解 这个是选择的真相 政府的法规规定 就是以一般现行的繁殖业者的话 其实一只狗一年生两次 只能生到七岁 但我们救援的曾经有一只十五岁 为什么他们宁愿做非法 也不要做合法 那个获利差太远 来源不明的狗 大量的流入宠物市场 消价竞争的下场 也导致价格混乱 不管你是柴犬斗财 一般来讲 你如果说你都没有工作 你就专门在养狗的话 一只狗给它算起来 它的成本 应该也要卖到三万五 三万五市成本还算没有赚 这是以正常的 正式的 就是说合法的 这种犬舍这样来讲 我一年最多只有十五只 好最多也是二十只狗好猫 那别的其他人怎么 天天它都有狗好猫 我觉得很奇怪 那我这样讲可能 会得罪很多人 但是事实如此 每一年 每一年你合理可以伸出多少只犬猫来 这个部分 其实我目前的管理是 都是让业者自己用 纸本去伸报的方式 纸本的状况会是什么问题 就是我这只母狗 我可能只伸了三只 或者是我伸了五只 死了两只 可是我都不给你诚实伸报 那接下来就是 来自于非法繁殖场的犬猫 我就把它混冲到 这个生的孩子里面去 现行的规定 还没有强制要求 所有的种犬猫 各方面的一个繁殖记录 必须在系统上面填报 所以很多的资料 现在都是 只本存在业者的部分 那这也是后续 可能我们在相关的一个 管理规范或者是 相关的一个法律规定上面 可以再去补强的 为了遏止 这样的宠物买卖乱象 欧美许多国家 也开始立法管理 最早是英国最有名的 路西法案 明确禁止第三方 经销商贩卖 出生未满六个月的小狗小猫 合法宠物繁殖场 必须直接面对消费者 并建立透明的监督机制 美国加州也寄出法令 自2019年起 全面禁止贩售非货救动物 而法国也预计 从2024年1月1日起 禁止宠物店在桌窗内 展示猫狗并出售 但这样的方式 台湾适用吗 也许未来在中央 在思考这个 宠物业的贩售的时候 它可以去考虑一件事情 那就是把繁殖跟贩售合一 只有繁殖的人 可以买卖的话 你就可以完全的去 确认说这个厂 到底好不好 是不是健康的 那犬只到底生了几只 这个才有机会去杜绝 也不会让地方政府那么累 台湾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没有禁掉 所谓的第三方 尤其是这个 橱窗买卖这件事情 如果假设现在消费者 他非去买犬猫不可 那他能够散尽 他自己的什么样的职责 我们会希望说 你还是尽量 找繁殖厂买 而且呢 你一定要跟他 约到他的厂里面去交易 那同时 你要请他出示 你有合格的 这个繁殖买卖业的证书 那我们鼓励 你跟单品系的繁殖 你绝对不要去跟 多品系的繁殖厂去购买 那同时 也希望透过消费者的力量 可以建立起这样的 商业繁殖的伦理跟次序来 市场决定了很多的事情 那如果我们的市场 大家意识到的就是要一个 良善的一个交易的市场的时候 那更多的合法业者 他才会被鼓励 想改变城府已久的繁殖乱象 除了消费者的意识 需再加强 不随意在网路上购买品种犬猫 同时仔细评估繁殖 业者的品质与合法性 是否有好好对待 并照顾场内的动物 另外还需政府法规的配套措施 如何建立完善的宠物买卖规范 与严格的审核机制 并彻底持法 才有机会让暗黑繁殖场 逐渐销声匿迹 让毛小孩不再深陷黑暗之中 买卖不再成为伤害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